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来看到的在今天 真的是礼拜一 金爆现在整个的顶心油 不但烧到了这个面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今天 包括了威威A中标之外 平价的牛排也中标了 今天可以看到的 就是魏丹的威威A的这个面 在今天中标 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树森牛排在今天也中标 树森牛排到底是什么呢 这事情大条 之前在瘦肉精的时候 他们有被牵扯到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他都是销到全台湾 有100多家的平价牛排店 不过刚刚树森最新的说法说 没有留到我家牛排 也没有留到贵族世家牛排 我家牛排的创办人 就是树森的老板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说 怎么搞的会变成这样子 我也不太懂 这个顶心的油跟这个牛排 到底有什么相关联 原来这里面牵涉到的 就是全雅的这个部分 牛股粉的这个部分 您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的名单 就是为大家整理出来 味丹的味味面 红烧牛肉面 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9月 库存一共是3227箱 台北的树森 10月24号通报 平价标准牛排是3000多公斤 半成品呢 你可以看到是6万多公斤 酱料是206包 流向了100多家的下游 所以我们就说看到这里 哇真的是半成品 这个到底该怎么办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 这当然是相当的这个 让人家觉得很奇特 就是魏映冲啊 今天呢 他怎么裤子湿湿的 很多人一起这样一个讨论 其实啊 这不是一个个人的卫生问题 而是说 他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尿失禁 这个尿失禁呢 真实的状况会不会牵涉到 他要不要保外就医的这个状况 那么您可以看到呢 在今天呢 就是为大家来看的 今天最新的发展 大家说整个事情讲到现在 老板们有样学样 王品被骂到凑翻 而且统一也被骂 那再看到鼎心也被骂 不过在今天呢 江医师出来的 胜脏科的这个医师 江医师出来 他出来要求大家来进行代位求偿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自己开鱼铺子 也受到鼎心猎油波及 要求鼎心卫家四兄弟个人 还有正义公司赔偿 他跟6000多名的消费者 10亿元呢 他做这样的一个要求 有人说 哎 你是不是来作秀 我觉得这个作秀又如何啊 他能够出来要钱 才是真正有杀子 很多人在脸书上跟我讲说 亚晶姐 我们不要他 每天跟我们讲说 就像王品嘛 你今天我没有这个 我发票给你 或者是不清不楚 我只有这23家店可以退 到最后你还告诉我说 如果你弄不清楚 我给你八折券 我都不想吃你东西了 我还要给你八折券 然后我再去吃你家东西 打八折 你把帮帮忙 所以现在就讲说 不要啦 不要你赔我一包泡面钱 一包什么钱不用 今天我们就是 要你拿钱出来 拿钱出来捐作公益 年代表报就觉得 你这么有钱 你捐作公益拿出来 不就好了吗 你再来看到 在今天 就是可以看到 大家都来抗议 南北都有 北部成立打击 黑心企业的联盟 号召千人 明天下午就要到台北101之前 展开灭顶的行动 因为我们的财政部长张胜和说 明天人家台北101的董事会 有人说 你要不要把他的副董给拔掉 张胜和说 我们最好呼吁他这样子做啦 但是我们不打 没有把握的账 这什么话 真的是软到不行啊 南部呢 就是消信的餐饮业者自力救济 自己的餐厅自己救 他拿收水 往顶心屏东墙里面丢 大喊这种黑心业者 应该要提出内谱 你可以看到 在这当中赶出来赶出屏东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情形 大家就说 这到底是怎么样 这整个的情形 到底怎么样来演变 那么您可以看到 这个事件的发展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内容 今天一连串的内容 来告诉大家的 其实经过整个周末的演变之后 年代晚报有三大主轴 为大家来报道 第一个主轴就是说 顶心的这个油烧到什么地方 顶心这个油烧到什么地方 还包括了什么你知道 烧包括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牛排 树生牛排 包括了我们说 味味A的这个牛肉面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讲到了 包括什么 包括第二个问题 就是统一 统一到底有没有包庇 为什么你进到香港的两批货 被停止住 为什么进到台湾的就可以进来呢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的 网品 所谓的马油油之类 大家都说 反正我不陪你 你又不能怎么样 还有第四个 门神说真的是越演越烈 今天张胜和 小强 全部都跳出来讲了 可是原来还有扯到钱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子 可可姐 你如果知道什么 你跟我讲一下好吗 到底你知道什么 到底你有所谓的关键人或录音带 赶快讲一讲嘛 我们来看到今天这个内容 还包括了就是 大抽签的内容传出 逼宫说 马英九总统在11月29号之后 可能要辞去党主席的职务 我们的报导 好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 大家说 哇 怎么搞的 这个油弄到最后 今天惊爆星期一 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可怕 太可怕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胃硬冲 今天裤子湿了 结果他还要进行大戒训 大戒训不是旧训 戒训 而且早上两个人 下午四个人 另一方面 这整个竟然从泡面 爆到了牛排 我说这事情 跟牛排有什么关系 实在是怕死人 你看今天 整个的胃硬冲的案子 鼎心案双报 魏丹树森中标 而且今天是提训了六个人 明天是不是就起诉 还是在今天晚上 我们播新闻 播到一半就会宣告起诉 我不知道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鼎心的牛油再爆两个大咖 这两个大咖是什么呢 您可以看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上次为大家报导的 这个全雅 云林全雅 来 zoom一点好不好 摄影大哥你可以看到这个全雅 上次我们不是说有一个菊花牌的 这个抹酱 就是早餐吗 那个时候都有讲到 可是全雅这个都不知道 今天出来了 糟糕糟糕 他抹出来这个粉末 全雅在云林 粉末牛油 这下台事大条 粉末牛油一出来之后 烧到了云林 云林什么地方 有两家 一个是卫丹 一个是树森 而这个卫丹就是泡面 这个树森就是牛肉 然后树森的工厂在台中 然后再往台北 台北就是他有他的公司 我们先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卫丹的这个面好了 卫丹呢 它是10月26号通报 卫味面红烧牛肉面 去年9月到今年9月 它一共库存是3000多箱 它已经是销了4万多箱 好 这是面的这个部分 另外我们再看树森 树森是10月24号通报 它的评价标准牛排 有3000多公斤 半成品有6万多公斤 酱料206包 我今天才知道说 牛排竟然还有酱料 怎么还有酱料要去磨出来 原来是这样 它可能流向哪里 因为树森的老板 就是我家牛排的创办人 那树森今天就否认说 没有流向我家牛排 也没有流向贵族世家 所以树森的老板 周明昭就说 没有这样子 可是它流向哪里 100多家的平价牛排店 到底在哪里 我跟你说树森 瘦肉精前科累累 2013年下半年 9月24号奇帕特罗 10月8号禁药 10月8号五件占有三件 好 这是在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到 那到底那个卫森的部分 是怎样呢 今天卫森的副总说 卫森是间接受害者 我使用全亚的粉末牛肉 顶星保证是澳洲进口 谁知道竟然是黑心油 你保证 可是你机能 你不知道吗 而且你很奇怪 你这整个的事情的发展 怎么会这样 10月26号通报 今天27号告诉我们 卫森二度逃不过 上一次的时候 它已经有四款面下来了 这个四款面 倒是上一次猪油的时候下来的 像是炸酱面 味味面 猪油口味的 那这次又是红烧牛肉面 食药鼠是拖了三天才告诉我们 我们要说 你到底要不要快点告诉我们 你到底要不要快点告诉我们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全亚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上一次你记不记得 观众朋友说 哇 这么多我怎么记得 我跟你说 那时候不是说 定星有八款的问题牛油流向吗 你记不记得 连下就是有乐雅乐 对不对 味全它就有三款 自家人 新语言就是 我说有那个什么菊花牌的抹酱 对不对 还有就是全亚 还有三亿 三亿就是千叶火锅 全亚不知道是什么 今天呢 这个所谓的粉末牛油 出来 就是我们讲到的 有味味的这个味味A的面 有这个讲到所谓的这个牛排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个新发展 今天大约谈是怎么回事 早上九点半的时候提讯魏映冲 魏映冲到底是不是真的引起说 裤子的这个尿失禁的疑云之外 还有同步来约谈的是谁呢 就是账务 就是所谓的这个越南游王的这个杨正义 两个人约谈大概两个多小时 接下来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呢 找了左右手 鼎星的代理董作陈茂佳 还有鼎星的前总经理 长梅峰两个人 另外还有另外两位就是呢 屏东的厂长曾启明 以及屏管组长蔡俊勇 所以这些密训上午两个人 下午四个人 那所以这在压六个人今天都训完了 极可能在今天晚上或者在明天 马上就会贞结起诉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重点当中 我们的报道先看看 如果说首谋是他主谋是他 我们的报道就看到 今天大家所有的人都傻眼的 就是说啊怎么会这样子 魏映冲他是怎么样 是不是尿失禁 不过他的律师很平静 他觉得说这很尽上的 是不是说明天他就说 我就是爱那个 我就是爱这个保外就医 我们从这个画面 再来看到今天事情大条 还烧到牛排去 味道公司再度出包的是这款很畅销的 味味面红烧汤面 里头的粉包 是向上游云林的全雅公司购买粉末牛油 想不到被全雅公司欺骗 顶新给全雅的证明都是从澳洲进口的 整个都是合格 因为有这个疑力 所以我们就主动通报台中市卫生局 这次出包是魏丹公司和台北的树森公司 都向全雅买粉末牛油 22号爆出顶新牛油有问题 24号树森和全雅公司自主通报 全雅下游的魏丹公司才赫然发现和顶新沾道边 26号主动通报卫生局并自主性的预防下架 但外界批评魏丹公司疑似有延迟通报的嫌疑 事实上这已经是魏丹公司第三次中标 三次共下架八款泡面 分别是9月12号 五款泡面染到前罐搜水油 11月12号两款泡面误用正义劣质猪油 和10月27号间接误用顶新牛油 顶新集团按向卫生局公称 同时跟越南和澳洲进口牛油 而且两个油槽分离 但卫生局担心和越南牛油制造过程交叉感染 要求预防性下架 卫生局派员到卫丹厂区清点确认 但顶新风暴查到现在 居然还有知名大厂和顶新站到边 台中市卫生局的查办能力保受批评 记者胡杰伦张哲元台中报导 而看到这个大家说呢 整个顶新的案情在今天可以说是直转直下 直转直下呢 当然要了解的就是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呢 说真的啦 如果我们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洗手的时候 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呢 裤子弄湿了 裤子弄湿我们一般都会很尴尬 说抱歉我吹风机吹一下 我裤子弄湿了 可是这整个就引发了很多的揣测跟罗生门 我们要看到今天严格来说 是魏映冲他第三次的询问 第一次是就训 第二次跟第三次 就是呢在上礼拜五跟在今天 都是提训 您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天三度的提训 今天早上大概是九点多钟 十一点多拍到的情形 大概是两个小时 有问他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有人说今天早上问的是逃漏税 所以是不是他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就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压力很大 而出现了这样子一个失禁的这个情形 这个我们不知道 可是按照常理来判断 就算是的话 检方也会注意到细节 让他有一点注意到他的尊严跟怡荣 要稍微处理一下 所以年代演报觉得 这整个情形是非常吊轨 因为看起来是太明显了 那您可以看到 检方是不是马上就要起诉他 这个今天起诉 假日加班来写起诉书 周末里面今天晚上 或者是明天就会起诉 那您可以看到 在二度压 礼拜四的时候就有验油的这个动作 验油曾启明 验了油之后 然后上个礼拜五 下午就提训四点五小时 所以这整个当中 大家说是不是会诈欺罪判重刑 或者是说上次高震利 高震利已经判了十二年 所以至少这次 是不是十年以上的刑期 我们讲到这个 我们再来说 到底他的身体状况是如何 是大家瞩目的 那么其实他的律师说 其实他身体状况很正常 看不出有什么欲状 那么左方说 可能是洗手不小心才弄湿的 但是为什么他的律师这么的平静 让人家觉得很讶异 一般来讲律师可能会说 你看看你都没有注意到他的遗用 我跟你抗议啊 怎么样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怀疑是两面手法 血压不稳定 或者是失禁 健康不佳 打同情牌吗 但是有人就讲说 不要说这样 阿扁啊 他也是说有什么问题 怎么办 也是没办法出来 对吗 但是你现在 大家说很巧的 除了今天这个事情以外 在昨天 昨天在大陆的康师傅 也切割了胃权 切割了胃权呢 昨天他们就声明 康师傅公告切割 切割什么呢 就是说终止对卫权商标的授权 停两条生产线 那今天呢 卫权的中午也公告证实说 我跟你讲 我已经是切割了 传出顶星11月 要退出卫权的董事会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 他就讲说 因为卫权管理不好嘛 伤害到康师傅的这个商标嘛 那现在大董卫应周 是不是下令切割 时机是不是巧合 那你来看到 这个股价的保卫账 从上一次 五天以来 10月8号到现在 股价整个溜滑梯 五天蒸发了518亿的台币 那你再看到康师傅 康师傅在大陆 Zoom一点你看看 光是一年的营收 就3330亿的台币 在这个卫权一年 也不过是290亿 所以现在就说 弃台保中 弃台保中 他就说我台湾都不要了啦 又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但是台湾不要 101要啊 大陆的高官来 还要到101去啊 我卫权不要了 我要保住中国嘛 所以就讲说 当我们今天说 什么鲑鱼返乡 跟我们讲爱台湾又如何都如何 你有事情的时候 你也是弃台保中 你也是弃卫权 保康师傅 我就说 我们现在政府 也是很多人 有事情的时候 你也说 以后大陆 有没有个关可以给我做啊 台湾太小啦 市场太小 我看不上眼啊 所以我是不是也是弃台保中啊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 再回到 刚刚说尿裤子的这个部分 当时是有一个 在这个 你记不记得 在当时太阳花事件的时候 有一个西瓜哥 可是这个不是哦 这是人家故意给他PS 故意给他弄假的 故意给他糗他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今天要看到 魏英雄的这个情形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奇特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这样子呢 同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我们同样问的 有一个人也很糗 满脸斗花 就是马总统 这个门神说 说不清 因为这个门神说 到今天这个周末当中 有两个人跳出来讲话 一个是小强罗志强 一个是财政部长张胜和 真的是太过离奇了 我们就先来看看 魏英聪的裤子罗生们 检察官上 我再次提讯魏英聪 厘清最后一点 魏冲款押看守所时 被媒体捕捉到 穿着水蓝色的裤子 裤裤的位置 却湿成了一片 真的好尴尬 你来揣测 莫非是停讯时 太过紧张 尿裤子了吗 裤裤是这样的 不是就对了 是不是说故意这样子 造成尿保外还是什么的 这我不曉得 法警说没有尿湿尽 魏英聪是停讯完 上厕所 出来时裤子就湿了 也不好意思询问他 他没有尿湿尽的问题 也没有 说什么开顶顶上 完全都是可需乎有 因为开顶我都在场 返回居留室 弄到那个矿泉水还怎么样 魏英聪靠上手靠 戴着口罩 却遮不住他沉重心情 不仅眉头伸索 下半身裤子还湿搭搭 模样狼狈 从亿万富翁变成阶下球 有人质疑 莫非要打杯琴牌 企图保外就医吗 律师则说 魏英聪健康良好 心情平静 目前不考虑保外就医 只不过顶星黑心有案 起诉在即 不管是尿湿裤子 或是打干杯水 都难以掩饰他内心的焦急 记者最后报道 好我们再看到这个 大家就说回到这个 不管是什么原因 你是裤子怎么样弄湿 那是一回事 其实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 想这个问题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关心的是 你到底要不要赔我们钱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 能不能够讲良心话 其实这整个周末 我感觉实在是很想起 我家里面的小朋友 也问我说 妈妈 他们钱赚的不够多吗 他们钱赚的不够多吗 已经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想也是啊 你光是在赔钱的时候 不要说是统一啦 王品啦 或者是卫权 你在退钱的时候 都这么为难人家 我说真的 如果今天是我张亚群 吃到你的东西 我鼻子摸一摸就认了 因为我觉得说 你还要我去找发票 我根本没有发票 你还要我去找碗 尤其是统一 你说要有碗才能退 我觉得你了不起是不是 你拽什么拽啊 今天我们这么的给你捧场 你最后要我把泡面的碗 拿来才能退 你真的是太值得谴责了 我们今天来看到的 就是说统一到底有没有被包庇 统一到底是比顶星还要糟糕 今天话不是我讲的 今天谁敢得罪统一啊 对不对 这么大的一个客户 这么大的一个商人 你看到这是谁讲的 这就是呢 这个师大的教授吴嘉诚说的 吴嘉诚在周末讲得很大 他说同一的疑虑是大过顶星 但是我们的卫福部是不是包庇他 为什么 他说他在FB讲的 曾经有一个周刊 做过统一跟顶星的这个面 结果他说有问题 来你看 他说去年跟周刊合作抽检 泡面酱包 包这个重心署 结果统一的疑虑比顶星还大 可是我们的卫福部 我们的食药署就是不查 那个时候许明能还在 那个时候邱文达也还在 我跟你说原班人马 我就说都是一个周刊 今天就看就是说 去年时钟 11月14号就是经周刊 他就说泡面嘛 什么泡面呢 就是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 哇我拼了这个我有吃过 他这里面很多 超标都红色 深嘛0.154 铅0.222 铜1.73这么高 拱是没有减出 康师傅有个香辣牛肉汤面 这个我是没吃过 可是你看看 他都是上深啊铅啊拱是标准 只有铜是1.641是超标 所以比起来是很严重 铜1是比较有疑虑的 然后酸菜包这里也有什么 深啊铅啊拱啊铜啊 所以卫福部的标准是什么 你的深铅拱铜是什么 你可以看看哦 你的卫福部标准深是0.1哦 哎他这里是0.04 可是呢他的酱包这里就是 就是超标了 他的酱包的签也超标 他的酱包的铜也超标了 那讲到这个我们再来说 哎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哦南检啊要针对统一来查 因为统一告诉我们说 他当时料不够用嘛 所以他才买 买了以后呢买到了顶心的牛油 他也是间接的受害者 可是南检怀疑他是不是 早就知道是问题油造用呢 台南的卫生局说 统清五月底设备故障 就像顶心买了15吨的精致牛油 我算一算五月底到现在 你用了五个月 然后你知情至少你说 我等到铁铁 统清等到顶心铁铁到现在也是两天 你都没有告诉我们啊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这个部分顶心 那15吨你还记得哪里去 顶心15吨在这个周末当中 我感觉很对心肝 为什么呢 他就是说我当时 定心给三菱商市 三菱商市 统清持股有5% 然后统清统一持股有51% 所以统清算是统一的子公司 然后呢 三菱商市统清持股5% 算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有持股股份 所以都是汗不汗汗一家亲 那总之这里呢 他就是买了买了十吨 十吨是到哪里去 他说另外这个 我们先看这边 大家记得上礼拜五 跟大家报导的 就是他这里买的十吨当中 有这些5.57吨是来到19项 统一的19项 泡面17项 还有关东煮 我们礼拜五不是报导下架了吗 就后来发现说 另外还有十吨分成三批 统清还有十吨分成三批 金氏季酥油 他是到销到台湾 二十几家 竟然都下肚了 但是同样的 也是他做的另外两批 富士香烘焙油 还有齐华专又烘焙油 是销往香港 就在香港被海关给挡住了 那我要问的 香港人怎么会挡住 台湾人怎么挡不住 你有没有想到 香港人比我们厉害 香港人的海关比台湾人厉害吗 然后你再不要忘记 统一还有卫报弹 这个就是女战神之声的林淑芬 她曾经说过 她说统一你用1518 废油的管道 违法进口冷压油 卫福部只查前35家 那你为什么 你可以零% 你不用付关税 你为什么要6% 你就是要避开查器 统一那时候说 我是报关错误 我补税就没事 我补了6000块就没事 可是今天的问题是 你确定是没事吗 所以我们今天想说 这个问题 事情实在有夠大条 而我们看到这个周刊 我们就跟大家找出 这个经周刊 有图有真相 当时说 你知道你吃的泡面 含深千拱吗 我想请问我们的卫福部 做这么大 当时统一就已经 这么多是超标了 怎么都没有人讲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是说 好 回到统一这个事情 你看你事情不处理 刚刚就讲到了 包括了就是刚刚讲到 树生牛排也被扯进去 树生牛排的这个部分 他的这个创办人 他也是我家牛排的创办人 我们看一下 年轻的时候摆过地摊 他一直到1987年 36岁那年 在台北市河江街 判了我家牛排 那我们今天讲到呢 他创立树生开发公司 进口牛肉这些商品 现在老板是周佩莹 跟周一宏姐弟算是他的小孩 可是我们要讲的 他这一次就是惹到了 所谓的顶星牛油制品的 所谓的半成品 也是烧到了 所以现在问题是要如何 树生刚刚说 没有烧到我家牛排 没有烧到贵族世家 那请问他留到了 一百多家的平价牛排店 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的报道 树生工作人员低调不愿多做回应 列由风暴国内最大牛肉进口商 树生也中标 大概有多少 一百家吧 卫生人员追查发现 树森上游供应商 全雅公司的粉末牛油 使用到顶星牛油 从去年六月至今 树森总计向全雅公司 购入粉末牛油 两千九百五十五公斤 使用了两千八百多公斤 制成平价标准牛排 成品库存重三千多公斤 半成品还有六万多公斤 制成两百零六包的腌制料包 只剩下八十八公斤 粉末牛油已经退回全雅 相关产品已进行预防性下架 事实上 树森出包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2年美牛瘦肉精爆发时 树森就销毁了好几千公斤的牛肉 还被开罚二十四次 已经是累贩 去年 树森又被查出在边境准备进口美牛 含有比莱克多巴胺更毒的瘦肉精 奇帕特罗 如今用来嫩化牛肉的粉末牛油 竟然也卷入列邮风暴流向不明 下游上百家牛排馆 到底还有多少未爆弹 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做不到 今天还要告诉大家 今天是一个选举大抽签的日子 不过这个大抽签的日子 大家都说几号几号 不过这个几号大家都是吉祥话 你可以看到 选签今天是倒数32天 两万候选人大抽签 选情大解析 这里面还牵涉到中资的介入 高calling真的是点影床床吗 好 先来看到抽签的部分 先从台北市 台北市 柯文哲跟连胜文都没有去 连胜文是6号 柯文哲是7号 当然66大顺国泰民安 柯文哲就是Lucky 7 Lovely台北 但是柯文哲说 我一想到就7-11 我现在要继续7-11下去 对我来讲就是7-11 但是我真的现在对不起 我对于小七他有卖那个东西 或者是说退货就不甘不愿 本人现在有一点非常之讨厌 所以我们就觉得柯文哲 还是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那一方面再来看到台中的部分 这个可以看到胡志强去了 他说他抽到1号 强棒初级一定当选 然后登记2号的林佳龙 就是说高票连任 他说坦诚相见 诚实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南台湾的这个部分 结果杨秋心是抽到了3号 他说我就要换身杀 他就要换身杀 但是你有看到在这现场 还有人在脱衣服 1号的是谁 周可胜 周可胜他说要跟大家坦诚相见 不过我们讲说各地都抽了 今天包括了议员 因为九合一很盛大 全部都抽了 抽了以后 可是大家重视的是在哪里 有人就说大家要看一看的 就是国民党方面 如果说台北市长选输的话 据说马总统就要被逼宫 他可能党主席都当不成 所以今天就传出来 马总统说要回防台北市全力浮犬 不排除请出压箱王牌 就是美清姐来出 而在台北市现在是人气王 当时我们为大家找出来 这是在总统选举 马英九总统对上蔡英文的时候 2012年也就不在那 不久的两年之前 看来时间变化怎么这么的快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松山区 你看文山 文山区 文山区这个地方 松大安区 还有内湖区这里 那文山区这里呢大概是马英九赢蔡英文 大概26% 那么在这里 那你这个地方写错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下面是松山区 这个孙子有点对的 没对上 对不起 文山区赢38% 然后再来松山区赢26% 这个地方减算一下 然后这个大安区是赢31% 内湖区赢25% 总之都是赢 都是赢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民调 为什么我要看这个数字 两年之前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到TVBS最新的民调10月21号做的 在所谓的国民党的铁票区 几乎赢两倍 double的状况之下 连胜文跟柯文哲 在大安文山区 竟然柯文哲还赢了连胜文10% 在内湖南港区 竟然柯文哲还赢了连胜文19% 是怎样 这个地方 来19%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部分 大家就说 这个真的马英九回房 马英九 据说在台北市 他大概有这样子一个压倒性 当时有压倒性的票数 真的能够补充给他吗 你看中时的这个民调 今天出来最新的这个部分 有拉锯缩小了 也就是呢 柯文哲领先连胜文 大概9.3%左右 可是你看看 未定的有12% 废票竟然有10% 巨打有10% 所以台北市的选战 特别在于 未表态仍然是在35%到40%左右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大问题 台湾现在这个选战 什么赌盘也进来 什么大陆也进来了 赌盘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九合一的选战 立法院成为主战场吗 今天吴玉森就说 台中林让胡5万票 就林嘉隆赢胡志强5万票 赌盘影响选情 所以现在王卓军说 台湾市台中市嘉义县 查到了十股间的赌盘案 都要查 检察官在侦办当中 那另一方面呢 又有说 所谓的走路工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有大陆的介入 他国民党跟中共出钱 让台商回台湾挺联 又有入配走路工的这个事情 法务部长就说 次长说 我会介入金融单位 一个联系砖口 来掌握金流的状况 查查有没有中资介入 第三个问题 就是叶匡时 在这个时候又出来讲了 他说 我很担心柯文哲 处理国际事务 一个不小心就流露出 性别歧视 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那大家就说 这个跟你中央官员 有什么关系 怎么台北市长的选战 又讲到这个部分 柯文哲就说 你当中央官员 就当中央官员 不要在这个时候 来做一个所谓 竞选的小弟好不好 总之你可以看到 今天 连胜文6 柯文哲7 你可以看到 胡志强1 林佳龙2 你可以看到 陈菊2 杨秋星3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过去年代的同事 就是陈以珍 陈以珍现在的民调上来 领先图形者 其实我们在新闻媒体 是不宜做 什么样的助选 但是我必须讲一点 陈以珍的小故事 当时在年代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时候 是播气象出来 那个时候 我只是看到一个小女孩 每天上班下班 在那边骑摩托车 或者是等公车 我觉得这小女孩好认真 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后来我就找了他来播 那时候我是年代的主管 就找了他来播气象 后来有人跟我说 他是那个 耐斯的什么 我说 我怎么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他是应该还不错的吧 这点值得推荐 好 我们来看看 今天怎么样 来抽签的情绪 对我来讲 又睡不着一门 二十几年来 每天工作那么久 现在真的有一天要做好 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没有什么意见 全民喜欢就好 坦诚相见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今天真的是脱衣服 那个是所有的 让人家吓了一大跳 坦诚相见 但是这样子真的不用 不过他真的是 也上了不少的电视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讲 真的台商回来 如果说有四万多人到五万人 以台北市来讲 台北市还有宋楚瑜的票 不明确 高雄宋楚瑜的票 也不明确 可是宋楚瑜 如果在台北市 大概有四万左右的票 宋楚瑜的票 会流到柯文哲 还是流到连胜文 再加上不表态 再加上台北市 所谓的台商回来的票 有的时候是很难讲 对不对 很难讲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想到台商回流来投票 今天苹果就说 你是不是鲑鱼回来投票 鳄鱼回来投票 这说的也是 我们不是说 所有的台商都是这样 可是以魏嘉来讲 我们认为你是带来的 鲑鱼返乡 结果你给我们觉得 是鲨鱼是鳄鱼 你现在要回来 我感觉台商 我听到台商两个字 我头都昏起了 我有朋友是台商 他说不要把台商污名化 我们是当时多么努力 怎么会被他们这些什么 爆发户搞成这个样子 你看他说拿台湾人的钱 赚台湾人的钱 坑杀台湾投资人 炒台湾房地产 再卖有多东西给台湾人 真的是这样子吗 马总统昨天到彰化 他就不要说台语就不要说 马道成功 他说马道啊 马道啊 马道啊 不是道啊 是狗啊 我狗啊 不是我狗啊 我拼啊 这样子说 你说在台湾 双北变成蜗居啊 大家变成沙丁鱼啊 当你这个大白沙来 我沙丁鱼只能一个人住六坪啊 还有人说美人鱼咧 我跟你讲美人鱼 你抽烟啊 遇到了黑心啊 你二十年就变成这么老 那有人就说 Nemo Nemo Nemo就是现在台湾人的处境啊 你好大我好怕 我们都是躲在那里 动不动 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爸爸都被吃掉 所有的卵都被吃掉 只剩下一只Nemo 好讲到这个 国际当中我们说 大家讲到大事 台湾也是大事 巴西跟台湾 我守护家园有什么错 你可以看到 奋力的反击 我要守护我的家园 在巴西 今天国际上的一个大事 就是连任成功了 巴西劳工党的 罗赛福领先了 他第一轮的时候没有过半 但第二轮他过半领先了 可是你看重要的关键 这里面还出现命案 上次候选人之一的 甘伯斯坠机身亡 可是你看看 他很厉害 他真的是女强人 迪尔玛 罗赛福 他66岁 出身律师 他曾经当过游击队队员 他也曾经坐过牢 是巴西第一位的女总统 他通缉对方的时候 说肥猫 只为富裕阶层服务 而且他还说 对方曾经打女朋友 他反正就是很呛辣的 这么一个人 那除了他之外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捍卫自己的家园 还包括了谁 你看 护印期的核性屋主 最后他是裁定五万元交保 从这里面 他跟他太太回来以后 发现嫌犯在他们的家里面 然后他把他掐脖子 后来宣告不治 有人就说 他有没有罪防卫过当 我今天真的要讲 百分之六十二点六八 认为屋主没有防卫过当 我今天要讲这件事情是 我说真的啦 今天如果有人到我家 他要来打我 我今天有菜刀 有硫酸 有大便 我全部都丢上去 什么叫防卫过当 不是我叫你来我家 你来我家 而且你可能要杀我 不一定啊 我可能就被你杀了 而且你来我家 我这样子 失手把你热闭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对 那这些何罪之友呢 而我们今天还要来看到一个 更扯的是什么 除非我们台湾跟伊朗一样 伊朗有一个女的 抗拒强奸 结果把对方给杀了以后 他自己判处绞刑 除非我们台湾 要变成跟伊朗一样 这什么跟什么嘛 怎么可能嘛 你来我家抢东西 偷东西 我管你来干嘛的 我失手杀了你 我觉得一点 都没有过分啊 刚好而已啊 至人于死 因为墙壁的关系 墙壁它是一个阻碍力 妨碍 有一点 那个让他没有办法再 有换气的空间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他的手指头 会压住他的口臂 这是最 应该是最 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让他造成窒息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的 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事件之后呢 当然所谓的正当防卫 但是我们大家还是要讲 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在国外 如果你闯空门 人家屋主 有枪把你击毙的话 他也是有防卫的理由啊 所以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好 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在今天要告诉您的就是 101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部分 现在有人说门神 门神的事件的发展 让人家觉得非常离奇 今天门神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一个篇幅啊 可以说四部曲 怎么说四部曲 先看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就是呢 在这个 可以说呢 在这整个的惯例当中 101的这个董事会 是每两个月要来一次 每两个月要来一次 明天就要开始了 那公股有六董 然后两间 那你可以看到在立法院当中 今天怎么讲 今天赖世保就说 关谷占六席 顶星占五席 为什么我们不作为呢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那个 顶星占有的副董跟总经理 拉回来呢 然后呢 今天张胜和说了 重大提案要七天前提案 我没有布决 我就打空包弹 我没有实力是讲空话 好 总之呼吁啊 魏家为了101形象 你自动退出啦 没有魏家接触啊 名嘴无中生有的能力 表示敬佩 这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周玉寇的大爆料 周玉寇说他都是通话 其实在这个周末当中 大爆料 讲到门神 有两个人跳出来 一个是谁 一个是小强 罗志强 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张部长张胜和 你可以看到 10月24号的时候 就周玉寇有爆料说 其实在2013年 有一个餐序 魏映交 跟一个马合心餐序 吃饭以后 他就故意打掉给张胜和 好像一副说 我跟某某某吃饭呢 怎样又怎样 然后顶心门神是谁 张胜和说没有印象 回答记者是提前 临迟 可以说呢 迟一数秒 心虚不确定 他请张部长仔细回忆 否则他要正式公布 马合心的名单 他一讲完之后呢 罗志强先讲了 他自己先讲 他说名嘴描述 核心幕僚是谁 也差不多呼我欲出了 但是呢 我想想说 我没有挡下这个请求案 害总统献活网 对总统抱歉 金盆洗手 难如登天 我可以离开江湖 但是逃不过追杀 我没有拿过 这个企业家的政治现金 也没有一分一毫金钱利益 好奇怪哦 小强没有人拿到 讲到钱 你怎么先讲钱 好奇怪 然后反正麦克风在手 天下是名嘴说了算 这个事情 他没有否认餐序 所以罗志强有吃饭吗 所以当天吃饭的是他吗 还有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是很奇特 然后当时他讲完以后呢 昨天张胜和 晚上他就否认 他说完全是无中生 有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 讲完以后呢 周宇寇昨天晚上又说 拿公家的权利做人情 让人这个黑心财团壮大 祸害同胞 这毫无愧疚 罗志强我谴责你 今天早上又讲说 张胜和 你不敢换副董执行长 这让卫派指派总经理 你要不要说 你要不要说 所以大家就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今天这个事件 真的演变成为这样子 那我们还要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六个人的大约谈 我们看以下的报道 顶新黑心油进入最后收尾 检方一整天展开接力赛 先提讯温宇冲 和贩售越南饲料油的杨正义 下午再提讯左右手 藏眉峰 陈茂佳 厂长曾启明 以及平保组长蔡俊勇 一共六人 由于双方攻词有出入 疑似安排在亭上对址 好的 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这个情形 大家都说呢 要来进行大对址 来看看到底 有没有说谎的情形 国号就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 真的现在开始的 非常关键的时间 从现在到明天 因为呢 随时都会起诉魏映冲 因为呢 随时在明天 我们看到101的董事会 可是我们要看到 到底门神的风波是什么 灭顶跟灭马 明天的报道之外 还要告诉您 1129 是不是所谓的D-Day For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总统呢 到时候党主席 是不是就干不下去了 如果败选的话 国号就回来 我们要告诉您 包庇再包庇 对于统一 到底政府有没有包庇 到底谁包庇 另一方面还要告诉您的 就是在这场会议当中 连战 连胜文 还有王金平 还有相关单位 他们怎么样 对于马总统 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以及告诉您 王平是非常之可恶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详细情形 有更多的报道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 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到底现在政府是谁的政府 到底现在政府是帮民众服务 还是帮财团服务 这整个耳油的事情 让人家弄到实在是几百多火 我告诉你今天 这个顶心的油又烧到了什么 未未A的牛肉面 又烧到了什么 树生的牛肉 可是我们要讲 今天的晚报就讲了 明天就是顶心 101 他们每两个月一次的董事会 可是张顺和今天软到不行 他说我希望魏家可以退出101 我跟你说你希望 你希望人家 谁理你 对不对 这是在今天 财长要魏家主动退101 顶心是悍然拒绝 结果行政院说 我跟你讲 官股还没有操作布局好 现在就打空包弹干什么 我们不打空包弹 我们不打空包弹 请问你什么时候有实弹 你什么时候打过 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才实弹呢 就像马总统上台 一天到晚告诉我们633 你讲了多少年了 六年 你现在还是要两年下台 你的空包弹在哪里 你的实弹在哪里 我们的薪水 还是跟15年前一样低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在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说到 政府还有一个政策 今天这个政策 大家看了以后 很少人注意到 可是年代演报注意到说 你只是在卸责 今天一切的一切荒香走板 你今天找鬼来拿药单 完全没有用 你看今天食药署说 我有一个大的事情 就是油的分流 我告诉你 你分流有什么用 今天顶心牛油 已经增加到了104项 食药署拖两个礼拜 你到底在包庇什么 你看今天卫福部公告了 公告了一个分流的公告 从11月1号开始 就是说我卫福部 我以后只管食用油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卸责的动作 因为以前工业油 饲料油好像都经过他们这样子 他说以后不 我各管各的 怎么讲呢 你看F01食用油 就是卫福部来管 对不对 但是F02饲料油是农委会管 F02的工业用油是经济部管 可是你记不记得以前 林淑芬有报过料 像是1502不是饲料油吗 工业用油是1518吗 那现在是怎样 1502以后饲料油是农委会管 1518是这个经济部管 所以现在呢 卫福部就是等于是说 灾难风险 对不对 风险大家分散 我管这些食用油 出事的 这你进来你该管的 工业油是你进来你该管的 那可是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工业用油进来是经济部管 可是我工业用油呢 进来以后可是我做食用油 我想请问你经济部有责任 那你卫福部有没有责任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经济部长杜子军说 由进到台湾之前 必须要有主管机干许可 海关才可以放行 第一个合理 第二个由进到台湾之后 厂商申报跟管理 要由卫福农委经部来追踪 我跟你讲这是什么 这就是像以前龙应台讲的 各个部会轮流失火 现在就是把这个打击力分散 我们每次都在骂卫福部 他就跟你讲 我一下有农委会 我一下有经济部 我一下有卫福部 反正你就不知道谁 我一推625 大家就没事了 你可以看到食药署 今天上午没有告诉我们新的东西 他说顶心油已经害了102产品 然后都没有公布东西 可是今天公布说 有这个牛肉 还有跟我们讲说 有这个什么 卫卫A面是谁公布的 不是食药署公布的 是台中卫生局公布的 那我就想请问 我们食药署在干嘛 在睡觉吗 为什么要由台中卫生局来公布呢 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 顶心经过三菱商市 出货到统一 出货到统青 都是有相关关系的 5.57吨19项产品 我们讲过了 结果今天小七上架空空如也 今天统一的股价一度破50块 明远说我iPhone退货怎么退 我曾经要退一个54块 要半小时才退得了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吗 那你看看统青油另外两批 他送到香港去 马上就被预防性下架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人家香港怎么钉筋 我们台湾怎么这么不钉筋 所以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的 我真的在过去这天当中 一个周末我有个感受 谁在害台湾人 当然我们有时候呢 讲到这个两岸之间 我们讲到服貌 我们都希望能够台湾的利益要被重视 可是你今天讲大难听一点 你说大陆方面有飞弹对准台湾 你说大陆方面会毒害台湾吗 我跟你讲他还不用了 你台湾人去毒害台湾就够了 原来是台湾人在毒害台湾人 他们都是台湾人 他们哪一个人是大陆人 对不对 你看看我对不起要把统一放上来 统一应该他也是间接受害者 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如果拖延你要负责任 你应该早点要把关 把关 你们是做的是什么 你们做的是食品良心事业 你赚钱的时候赚的爽歪歪 你出事的时候你不能一推625啊 然后呢在过去10月25号那天 我赫然发现 因为我当时带小孩子去补习 我看到很多这个 那个叫什么 电音三太子 在228公园外面这样子走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是台湾光复节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都不纪念台湾光复节啦 台湾光复节有什么没干吗 就是当时说我们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年 然后我们光复了 是一个非常可歌可泣的日子啊 那为什么不纪念呢 所以我就在想到这一点 这有什么敏感吗 有人就讲说马总统上台以后 对台湾光复节都非常淡化 这我就不理解啦 我们也不能冤枉他 可是台湾光复节有为什么不能提吗 有什么不能提吗 你看看 掌灯节彩西洋洋 胜利歌耳大加唱 对不对 这都好 台湾光复不能忘 不能忘 长四良不能忘 长四良 多好啊 我们小时候台湾光复节是很大的日子 现在大家都忘记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到 今天还有个文章 就是在自由时报有人写的 马政府是透过买办 跟中国政治交易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我说 哎哟天啊 我认识他啊 徐思俭 他是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也是中央研究院 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徐思俭 为什么我认识他 因为我在歌大读书的时候 他就在歌大的政治研究所读书 所以他每次都自己做三名字 然后去这个Riverside跑步 那我不用抱他的料 我只是说哇 所以好厉害哦 他当然现在白头发多了一点 他写了这篇文章 我倒觉得非常的静蜡 跟我的想法是还蛮接近的 那我们现在台湾就讲说 我们听过有所谓的 脑满肠肥 肚子 又很丑的男人 要包养小三 我们现在要看看 是不是有很多 的官员 要包庇厂商 包庇财团 我真的要问 统青这个事情 如果说九月就被香港退货 同样一批货做成三批 两批被香港退货 你不会觉得另外那一批 进台湾是非常奇怪吗 是什么东西吗 然后另外我们再看到 统一苏油的香港退货 但是台湾为什么全收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台湾人有这么卑微吗 香港人不吃的 越南猪不吃的 我们都吃吗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 告诉大家的 就是现在101 你真的不能够抽银根吗 你对于鼎心卫家 真的不能够抽银根吗 我们的报导 好我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越南官方 刚刚正式回复了 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越南猪不能吃 大幸福的油品 就是我们讲到之前 大幸福的油品 进来鼎心 进来有成 进来一堆的 是不能够吃的 是不能够吃的 是人不能够吃的 猪也不能够吃的 现在事情大条 好那今天有人就讲说 你真的是 你真的资不资廉耻 好我们来看到 鼎心卫家 你赚那么多钱 你买地宝 你买101 你用那么的少的钱 去赚这个 我想请问你资不知廉耻 我想请问政府 门绳们 知不知廉耻 今天你还不抽 他的银根吗 今天如果他股价跌 他的担保也就缩水 你为什么 以前贷的款 你都不收回来 不符合条件 请问门绳在哪里 扣购姐不说出来 我们就要说出来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瞎掰的 你看10月10号 这里面鼎心爆发甲油 10月13号 银行团就暂缓 所谓暂缓 所谓的这个520亿的连带 暂缓连带 之前的 他说不再拨款 之前拨款的就拨过去 然后10月13号 张胜和就说 我绝对不让 这个鼎心取得101主导权 立马帮帮忙 人家现在就是副董跟总经理 你在说什么呀 对不对 他说靠实力不是权力 七天前来不及了 那我其实你10月17号 就已经知道 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可是今天10月28号 10月17号 早在10月28号之前 来得及呀 你为什么会说来不及 你做与不做而已 经理人解任也没有 鼎心完全退出 101持股也没有 然后魏英聪要辞 这里面也没有 或者是 这个副董也没有辞 然后呢 在这个24号 他就说魏家很高傲 真的悔改 就要全面退出盈利事业 我们政府从头到尾 只能够跟财团 跪着求吗 你看看 暂停三重厂 185亿元连带 最大连带案 就是一赢的70亿退 退了以后 不是完全破局 我重新谈 我过了风头 我就可以再跟你谈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魏家里面魏英娇 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人家今天怎么回答你 我不理你 你叫我退 谁甩你 你谁 你是哪颗充 当时魏英娇 当时魏英 揪回台湾的时候 按照黄创夏的爆料 人家马英九总统说 请问你回来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忙吗 他说你少管我就好了 那人家说多拽啊 你看魔鬼总是在细节里 魏家的无意算盘 明怨将门神债 仍然可为 门神就是要踢爆他 到底是谁 你看看我这块地 三重这块地 我获利两百亿以上 甚至四百亿 现在呢 我就是要保住这块地 第二个 我绝对不让台北101的磁股 被转让 所以你看 这个101长蛮人 他要保住 而且传出今年 12月发动董金市的改选 结合两个民股 中信金跟国泰金 要夺101的主导权 周玉寇说 魏英冲早就架空 官派董事长宋文奇 这已经不是新闻 宋文奇每天都在讲被抓空 已经不是新闻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金周刊》2009年报道 魏家本来对101没有兴趣 是某人游说他 改变态度才回来买的 2009年7月6号开发金 董事会突然之间 把这个股票给卖给了魏家 我想请问 国民党方面是谁叫魏家 谁叫孤家说你回来买啦 当时中信的二少孤仲营 两个小时忍痛出售 是谁逼孤仲营 当时孤仲营是有金鼎正案 孤仲营他的哥哥有红火案 他们两个当时跟扁家都走得很近 是不是马总统上台以后 觉得说你们两个很讨厌 跟扁家很近 我要换人来组长101 是不是有可能 后来呢魏家的好友 林鸿明代理董事长 林鸿明后来出事以后 林鸿明也没股权 总之魏家就吃下了101 蔡其昌说 马政府如果抽顶心的银根 顶心就会倒 完全看马政府的态度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刀下留人放水嫌疑 所以你看看这些问题 我们就要讲说 你其实政府可以做的是 你的资产 你的补充 你的担保缩水了 你可以补除担保品的价值 你可以要求提前债权到期 你可以假扣押 你可以强制处分 你可以做很多事 你全部都没有做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做的这些事情 真的就是像人家讲的 真的是门神吗 你可以看到这个门神的这个部分 门神的连环报 到底是谁在现场 当现在讲到 好像在这当中 张胜和他已经回答了 他是不是接到了 当时一起吃饭的某一个人 跟魏映娇一起吃饭 而那个一起吃饭的人 难道就是罗志强吗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周玉寇讲的 他说如果是阁源高层 再包庇魏家101经营权 他就要来公布马核心 设计马英九 作为鼎心门神的姓名跟白手套了 好我们来看看 到底张胜和会不会怒 所有的里面董事会的运作 是副董事长兼职运长在运作 路人甲义品丁都知道 只有张胜人不知道 拿六七亿跟你赌这个 147亿的这个经营权 这样子的话你还没有办法处理他 这样就是无能了 我就是定义你无能 好我们来看到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的在今天 大家就说那到底在这里有没有包庇的这个部分 在包庇统一的这个部分 您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这当中 六月十号进货了十五顿的牛油 然后十月二十二号食药署公布 然后公布以后三菱通知 再告知大众 这个时候呢 十月二十四号就是我们讲到的 树生牛肉也中标来通报 这一切你在一开始 六月十号进货十五顿牛油 至少你食药署十月二十二号就知道 十月二十二号知道 为什么到今天十月二十七号才告诉大家 树生有中标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是不是真的要天佑台湾 您可以看到在这里包括了什么 你看看是树生的 树生的牛肉当中 北市卫生局查上百个业者 树生否认说有留向我家 跟这个所谓的刚刚讲的贵族世家 我们来看看今天包括了胃硬冲也被戒提 树生局还在会整 二十六号新增六家下游厂商 包括象牙企业浓缩牛骨汤粉 灌芹牛排馆 玉米浓汤 越胜食品的土司跟菠萝面包等等 晨起食品还有大贵食品 宏达食品的意大利 就是在今天啊 顶兴越南游的下游啊 在今天呢 陆陆续续都出来 刚刚最新的消息要告诉您 就是啊 大家都知道越南最新的回应来了 就是来自于越南大幸福游厂的 全部都是人不能够吃的 光旧回来我们要来看到 王品说本来在今天要游行 抗疫鼎星 可是他自己是不是非常之可恶呢 我们稍微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包括了未未A的面 包括了就是树森的牛肉 一共一百零四项 现在全部从预防性下架 要变成强制下架 因为都是饲料油 都不是人可以吃的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 现在马总统是不是台北市长选输的话 他可能就会被逼宫下来 那么您可以看到 营造工会的这个大会当中 理事长陈皇明 他说马是Bumbler Ediot Stupid 真的是相当尴尬 广播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 有最新的消息 待会儿 是